我去印度才到八次大便 你說人大便還是狗大便 流大便了 現在都怪我 我知道你講哪一種大便啦 人大便很得妙 因為你講很髒 害我對他沒有很多新的想像 就真的滿髒的 等一下所以你所謂的髒是說 like我在公館這種路程 都很髒 很 對啊 我說那門鬧區的地方 對 就很多垃圾啊 所以是說他們沒有一個 那個早上會有那種打掃阿姨的處理 我覺得就算有 也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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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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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新的一集的早安靈牙 就是今天呢 我們又請來了一個上次來過的客人 阿威 你怎麼又來了阿威 啊我要出場是嗎 我來吃冰凍一下 我們現在有點caju在他很破的家 所以可能 旁邊會有捷運的聲音 大家請見諒 沒禮貌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談的其實就是 因為阿威前陣子他去印度 大概是 一個月的自由行嗎 對一個多月 為什麼你會想去印度 你說為什麼 我不會想去泰國啊 我當然想去啊 但是 It's complicated 什麼啦 講不定英文 小時候就是 International 為什麼 印度是為什麼 其實是 不知道 我覺得是 這樣講好像有點 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就是宇宙告訴我 其實在差不多 你剛才說宇宙嗎 對宇宙 宇宙 是不是有一點 覺得他有毛病 很有哲理的感覺 所以是宇宙怎麼告訴你 沒有就是差不多 在兩三年前 就很想要自己 自己出國 對之前其實都是跟 別人一起 對跟別人一起 就覺得 在台灣生活 你知道 過得很差 過得很差 沒有就在心境上 在差不多兩三年前 跟我前伴侶去 去泰國的時候 然後就有看到那個 印度人 對那時候好像在看一個 海豚秀 雖然我現在不喜歡看海豚秀 還要在那邊正知正倔 連人少親款都會做錯事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我就就是 那時候好像就有播一些印度的音樂 然後就全場印度人都站起來 開始 你說像寶萊塢那樣 像寶萊塢 全部 全場喔 那我就說 這些是什麼人 你以為是表演的一環 這些東東太可愛了吧 對啊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印象很深刻 然後 然後在我大學 四年級的時候 剛好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多 不管是在聊天劇情 或遇到的事情 都很多 上一次 就是印度印度 所以說 那你覺得 你最後去了哪幾個大典 在印度的 旅程 我一開始其實 蠻不知道 到底有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我也 沒有特別說 我想要去看什麼 太極馬哈林 或什麼的 就那些景點 其實我都 蠻沒有興趣的 對然後就是我只是單純想要體驗那些人為 所以 我就只是很單純的看到哪些文章 有列什麼點 我就先 點起來 點起來說 好那我就這樣從 北印這樣繞好了 所以等於說 你就是把喜歡那點 在比如說Google map 對對對 然後你就後來發現 這一區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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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連成一條線 OK 對然後我再把那個交通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最煩惱的 就是 那你交通會不會不方便 是真的蠻不方便 但是 坐火車嗎 如果長途的話就坐火車 坐火車就是最 你怎樣很忙喔 沒有 你是客戶忙嗎 沒有 大家快擋我的客戶 我可以坐平面跟 網路介面 不要吵 好然後 你說交通你主要是長途坐火車 那短途呢 其實在印度旅行 就是有 幾種選擇 最主要是火車 然後 可是火車票很容易買不到 畢竟你知道印度 多少人 你說我當天買可能買不到 可能買不到 那前一個禮拜這樣 如果你網路上 可能至少要一個月 以上 這麼久那你怎麼做得到 因為那時候去的時候不是忘記 對然後 我在北印主要是北印玩 我是很多 很短程的點 這樣子玩 所以可能是從那個 Cocata 然後到Gaia 然後一短 然後再 從Gaia到Varnassi 反正就是一個點一個 所以 所以如果 它不算長程的 可能差不多三四小時 四五小時就會到的那種 就不需要有什麼 12小時 就會到 如果12小時就要到 車票就會比較難買 所以短程就可能是 概念轉換台北到總理 沒有這麼近啦 沒有我只是說概念就是我買票就是比較方便 對 我返鄉 就是要坐 中部的那個火車的話 那我可能就要提早預定 對對對 OK 但就是 其實還有更多方式就是如果你真的買不到票 因為我很多時候買不到票 那怎麼賣 我只有巴士 巴士有分 公營和私營 OK 對然後 它的就是有價差 就是很 差很多嗎 其實就是差一半的價錢 喔那蠻多的 對對對 所以是公營比較便宜吧 對公營比較便宜 然後但是就是相對的 那個 車子就是差 對對對 不會很貴嗎 不會啊 差不多四五個小時的車程 差不多150RB 相對差不多60 好便宜喔 60塊台幣 很便宜 很便宜啊 很便宜 然後 所以印度整體物價是比台灣便宜 是非常便宜 是非常便宜 你是非常 dairy這樣子 very 那我舉一個 我最常去那裡吃的零食 就是KidKat 呃什麼概念 那是什麼 巧克力啊 那巧克力 因為我們這裡台灣 差不多賣差不多 各差不多四五十嗎 台幣 那裡賣好像 我想一下 10塊Ruby 5塊 以內 對5塊以內 5塊以內 喔 狂吃 好便宜喔 可是那 我說像水那種東西 水那種 也很便宜啊 你吃一頓那要花多少 呃 看你要吃路邊攤還是 吃餐廳 餐廳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進去那個 有門市的那個門 我都稱為它餐廳 OK 對不是 不是像我們台灣一種可能要去吃餐廳 去吃貴族市價 那個算餐廳嗎 好算算算 對 或是什麼 對 我說餐廳就是要進去門 然後那物價相對的比較像我們台灣的路邊攤 在餐廳吃的話可能 是比較好就150 Ruby 就可能差不多台幣 60以內 那真的是 還OK 對啊 很便宜 但是我都蠻常吃 路邊攤 因為我想說省一下錢 而且我很喜歡吃那裡的路邊攤 有什麼 就是一些大家常看到的咖哩牙 咖哩喳 對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 是小小的那個 很像炸餃子的那個 形狀的那個 那個叫 那個叫MOMO 我之前有買過 買過 因為我好像在新加坡有Little India 然後那邊就有買 我會買是因為它長得太像我們雲林 我家鄉那邊有一個長的 跟它一模一樣 可是是放大版的 真的是放大版 然後裡面是放花生 跟糖 就是很好吃 很甜 然後就是我媽都叫它口魚餅 就是鱷魚餅 然後我想說 怎麼 會有在其他國家有類似的東西 而且還是縮小迷你版的 然後我一吃才知道 裡面竟然是包咖哩 就是I'm so surprised 裡面是包豆子 加咖哩 對對對 因為印度很愛 那是鷹嘴豆 對鷹嘴豆 所以這一些都是它的路邊攤會賣的 那個小小的那個 會 它叫什麼去啊 MoMo MoMo 對 好隨便的 我應該沒說錯吧 算了啦 對 你們有一天會遇到的 對 可是就是很 我覺得印度路邊攤很特別的都是 它每一家可能你一條街 每一家的MoMo都不一樣 不是口味不同 而是 他們做的方式 不一樣 你說吃起來 雖然都是咖哩 可是吃起來 差很多 對 就像 飲料 Try 因為他們很常喝那個 拉茶嗎 對 就是印度拉茶 每一家戶 都會做Try 然後也都做的不一樣 有時候他會加薑 然後有時候他會加 加薑好酷喔 我不知道薑是一個 其他國家也會用的 食材 印度香料這麼多 可是從來沒有看過是薑的東西 有嗎 薑茶 所以整體來說是飛機的聲音 聽阿薇家旁邊有飛機呢 大家猜猜是哪裡啊 我住高手 小港機場嘛 怎麼這麼有風趣的地流環境 這棒 我這裡 去完印度之後 因為印度很常會有Rooftop 可以在上面 就可以泡茶喝咖啡 然後大家在那邊 大家都會在屋頂上 對 做活動 沒錯 所以我就來台北之後想說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希望有個屋頂可以 玩 然後這裡就有屋頂 通常就會覺得說 哇我有一個很美的屋頂 然後你就放在那裡 然後 你也不會真的有個Party 或什麼啊 我覺得台北人就是這麼無聊 少 少在那邊怪這個台北 台北人那麼無聊 就是因為你一直加班啊 我想要有一點的情趣嘛 西洋的那種風格 我之前住的地方就是 那邊我們就想說 哇我們要掛一些燈啊 在那邊樓上啊 然後我們可以開烤肉趴啊 找朋友來喝酒啊 結果 殊不知沒朋友 是有啦 可是就是很少 就是我說真的實際班 就大家都很懶 然後你要整理 好煩喔 怎麼那麼沒有 好沒興趣喔 對啊 對啊 大家有點情趣好嗎 我們今天這個頻道不是就是要讓大家有一點對生活的情趣嗎 我覺得台灣人要站起來 站去哪裡 激發你的情趣 好沒有用slogan 有被激發到嗎 觀眾 大家加油 好那我們來談談 大家可能對印度的第一個印象 怎麼想就是 咖哩嘛 絕對是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其實出國 遇到很多人 他們其實對印度人評價都蠻不好 為什麼 他們會怎麼樣說 我其實蠻shock 就是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就是 我不能說那個人代表說馬來西亞的 可是就是 他就是跟我說 你不覺得印度人就是 很怎麼樣嗎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怎樣 對什麼意思 然後說他們很窮 好失禮喔 很失禮 手足其次 然後 我說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覺得人家 因為那就是他們可能就是喜歡噴個香水或怎麼樣的嘛 我想說那也還好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 他們也工作上也比較懶 做的事情好像也沒有看起來那麼fancy 你知道嗎 他們就集體就會覺得印度就是一個比較落後一點的形象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重點是不只在馬來西亞 就我新加坡朋友也有這種想法 然後 我沒去美國的朋友 好像有 對印度人有些維持 所以就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因為我沒有真正跟他們接觸 我只有遇過 可是就沒有認真聊過天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他們是 什麼個性啊 或什麼 文化的 樣貌的人 我覺得印度人是要看地區 可能如果像 德里或 孟邁 就是那些比較 大城市 大城市可能 相對可能又是不一樣 像大城市那些 我遇到的人 其實都 蠻積極的 蠻多很積極的人 像我在 一個白色城市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 動畫師 然後 他也是 就是工作狂啊 或什麼的 OK 反正我覺得每個城市 我都遇到蠻多 像 Filmmaker啊 或者是 好酷喔 攝影師 剛剛好 因為他們去旅行都有目的 不一樣 有些人是為了 想要拍紀錄片 然後有些人是為了 想拍接拍 跟我一樣 然後有些人是為了 就是像他做動畫的時候 只是想要來個 Vocation 可是他還是 繼續在工作 那替一些 廣大的網友 做一些發問好了 我相信大家 對印度都會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 網路上看到的一些 刻板印象 like 小偷很多 或是真的很髒 這一些印象跟你 實際走訪印度時候 是 有符合的嗎 還是說 反而你對印度有點改觀 喔印度 就真的很髒喔 你說大部分 的像那種 我跟你講 就 連德里 可能我都覺得 德里是一個大城市 OK 好 因為我德里是最後一站 然後我在每一個城市 遇到的背包 或任何人 他就說 你去德里了嗎 I really hate it 就每一個人都 討厭德里 然後說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德里就是 又喬 又髒 也不能說 也有 像工作的那種 很像台北那種忙碌 可是連 街上也都是那種 很擠 很擠 然後 很多人 這意思嗎 很多人 然後整天都在 巴巴巴 是很正常 對印度 然後可是就是 沒有辦法安靜的城市 然後也不漂亮 我是敘述那個背包 會跟我講 然後我去的時候 我真的也不喜歡德里 我去印度 我才到八次大便 你說人大便還是狗大便 劉大便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哪一種大便啊 人大便 很折扭 因為你講的很髒 害我對他沒有很多新的想像 就真的蠻在不介紹 所以你所謂的髒是說 我在公館那種路上 都很髒 很 對啊 我說你這樣門哪有去的地方 對 就很多垃圾啊 所以是說他們沒有一個那個 早上會有那種打燒阿姨在處理 我覺得就算有 也來不及 30分鐘 清除掉 就又有新的垃圾 這麼厲害 很厲害 他們是身上東西都往外丟的意思嗎 沒有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像 如果像都市 其實他們也有平民區啊 你有去嗎 你有去到哪些平民區 有坐火車的時候有經過 可是那個盛況就覺得 OMG 我是在看 很大的 電影盲很大的 平民庫 想像 一個桃園區 就還 甚至還更大 你說你坐火車 可能40分鐘 都還在平民區裡面 沒有 我嚇死我了 28 那很大 就因為 印度相對來說 真的蠻多貧窮的 所以 所以他們 就連屋子喔 他們可能都沒有真正的 墻壁嗎 有墻壁 可能一面 屋頂 沒有啦 就是 我只是比較誇齒 可是就是 屋頂有時候他們是用布蓋 然後或者是比較簡陋一點 就是真的很平穿 你現在講的是你在火車上看到 還是走進去 走進去也有 對你可以看到像 屏幕來玩這部片 他所呈現屏幕的樣子 就是那樣 就長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OMG 我是在電影連被忙 所以你親自去的時候是 會可怕嗎 就是怕被搶這件事情 被搶嗎 一開始會 而且你是攝影師 你就會把相機拿出來 我只帶一扇很輕便的相機 因為我怕中 不是怕被偷什麼的 是怕中 有時候是 我會看起來很欠強 就想要偷拍類型 第一天到那個印度市區 我就覺得 哇塞 也不像市區 也不像台北那種地方 就是很像 你住的地方是大概是 我真的也很難分 就是什麼是 平民窟 因為 就大部分 看起來很小 你是在跟我說 整個印度都是平民窟嗎 等一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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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會有差吧 就是平民窟的房子跟一般的房子是 對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就你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可能一般的房子 然後旁邊就可能會有 住幾個比較貧窮的人 所以說 平民窟是 你進去走是安全的 不安全 所以 進去走 不安全是怎麼說 我說心理上不安全 因為我是 我是男生啊 如果 以女生來講的話 可能真的要小心 怎麼說 因為太多暗像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雖然大部分 我都遇到蠻好的人 但是 我還是 就是遇到什麼 女性的旅客啊 或是女客 女性的背包客 或是什麼的 他們自己也會小心 他們一定會早辦 就晚上的時候出去 一定會早辦 不會有小偷什麼的 你沒有遇過小偷喔 我沒有遇過 印度人不會有小偷 印度人比較多是騙子 他們不會去偷你要騙你的錢 對對對 但是就是 還是自己要小心 可是只是因為我沒有遇到 反而覺得 可能歐洲比較多小偷 他說好多小偷 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小偷的文章 在說 我在巴黎怎麼樣 想說你去巴黎活該 沒有啦 對 可是他們就是不會去搶東西什麼 OK 這一區是比較熱鬧的 可能是 像我們 就有房子啊什麼 可是你轉角就可以看到蠻多 可能小孩在玩一些垃圾 好可憐 什麼意思 什麼叫玩垃圾 就是在 你說玩路邊的那個塑膠袋 沒有啦 沒有因為我在泰國看過 一樣的話沒有就覺得 好可憐 就是他們會就地取材 來玩玩去 少在那邊狗 那你看到什麼 他們拿什麼 就可能會玩 就是 攤車啊 就是人家人家在裡面 你說別人的攤販的車子 推來推去 那感覺很好玩 很可愛啊 對啊 印度小孩也玩得比較多 是風箏 而且你每個下午幾乎都可以看到 下午4、5點 每個小孩就會在5點放風箏 好可愛喔 某個地區 好美喔 因為那時候我在 Draper的時候 1月14嗎 反正就有個節慶 然後他 他跟我說差不多12整個月 大家都在慶祝這件事情 放風箏 對 然後 為什麼 好像有什麼風箏節 喔好酷喔 對然後 你說像我們平息放天燈這樣 類似吧 其實我也沒有細問 可能他講我也聽不懂 所以他們放風箏是那個地區 常常會做的事情 小朋友的休息人就是放風箏 喔OK 其實你去印度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放風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因為有很多風是不是 就便宜吧 我以為風很多 因為有時候風不大是起不來的 就便宜喔 也是蠻有道理 對喔 而且他們也會自己做 就用那個垃圾袋 然後 對自己做風箏 OK 對很厲害 所以 那你 在一趟最大的文化衝擊 是什麼 人家說是你沒有想像到 有這種文化差異 然後就 哇 What the hell 文化衝擊喔 像大家可能在 網上描述什麼 很多人在路邊尿尿啊 或什麼的 就真的會 可是對我來說不衝擊 對對我來說不衝擊 所以我 不太知道大家想聽什麼 沒有 我是在問你個人覺得的文化衝擊 如果你講路邊尿尿 對我而言 就像是我去上海的時候 每一集都要講我上海的經驗 然後我在上海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個當地朋友帶我出去 然後我就 路邊有店家 我想問可不可以借個廁所 後來我就問 他說你在幹什麼 我們這裡不這樣做的 然後他就把我拉到一旁 然後就叫我尿尿 他叫我在路邊尿尿 對我而言那是文化衝擊 就是 沒想到 上海看似這麼繁華的地方 還要尿尿 那就是一個 文化衝擊 或者說他們 依然沒有這個習慣 是跟店家去借廁所 就是 跟我們差蠻多的吧 我覺得 印度上車手是蠻不方便的 怎麼說 因為很少公廁 對很少 尤其女生更不方便 因為男生真的是 就隨地一大小便 男生尿尿的地方 反正就是一個凹槽 然後大家就可以去那尿尿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在尿尿 公廁嗎 沒有就路邊 可是路邊還是有隔間 就很像一個公共電話廳 就還是有公廁啦 但是 比較真的很少 我要去大個便 因為我吃很多街頭食物 就真的會拉到一個步驟 真的假的 這麼誇張 可是只有一個 第一個禮拜嗎 你說你整個月都這樣 第一個禮拜沒有 反正二三個禮拜 就然後第二天沒事 吃了什麼 大吃得吃 第二天還想說 不太敢吃 然後後來就是偷吃一點 說沒事 一點是 然後狂一吃就開始打拉 然後越拉越開心 我跟你講印度食物 只要有拉 就代表是好吃 哇 Refreshing the idea 所以那你都怎麼解決找不到廁所的話 就是奔去那店家說有沒有廁所 可是他們通常都沒廁所 他說那你去那邊 不然你就是這樣 這不外界是不是 沒有他們就是沒有廁所 他們自己要怎麼上廁所 有些店家沒有啊 你說像小攤販可能買 你就不會有廁所 OKOKOK 真的是蠻衝擊的 怎麼了 我想說的衝擊不是這個 我們怎麼會跳到這裡 為什麼突然 因為剛才在講我上海 被迫大小看的事情 那你講的 OK對你來講 最shock的文化衝擊 是哪一件 我本來就知道可能 會發生 就是可能買酒的時候 或者是 某些地區 因為宗教問題 可能就不能 宗教問題 對可能不能吃牛啊 就很少肉 就都是素食 然後他有一些 你說店家就直接做素的 幾乎都是素的啊 印度人那麼愛吃素 他就是因為 就不能吃肉什麼的啊 印度不是只是不能吃牛肉 沒有 印度教是吃素的 對啊 等等啦 印度教我不確定是不是吃素 反正就是很多 城市 是禁止有 有肉 對對對 真的好酷喔 所以像我在 Pushker 或是Gaia的時候 幾乎是看不到肉 幾乎是吃不到肉 所以那他們都 這麼愛吃餅 可能就是 跟這個也有一點關係 這麼愛吃是他們 逼不得一巴 都是主食啊 對他們主食是餅嘛 對所以他們才需要 這麼多香料 吃不到 讓餅多一點 風味 假設有一天我們只能吃米的時候 我們也會想辦法 讓米有很多味道 我是在設想 OK 在想說 對啊 哈囉大家 我是 許久不見的 後製靈涼 那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就是這一集的錄音品質 有點吵雜 可我想說 這樣也可以帶給大家一點 印度的氛圍吧 那 就是 剛剛就是 談到的所謂的印度教 到底是吃素還是 不吃肉 這件事情 其實 在印度教的教點上 並沒有強迫所有人都要吃素 他們說你們要吃適當的食物 那什麼叫做適當的食物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婆羅門跟肺蛇或肺蛇 他們是吃素的 那薩蒂利跟守陀螺 他們是吃荷的 那有人就去研究說 他們當初的工作內容 比如說 婆羅門 他們就是做文書工作 所以他們其實不需要 用到太多蛋白質 他們吃素就夠了 可像守陀螺 他們就是 普逸 他們就是需要多一點的營養 來補充他們就是日常的工作 所以等於說 他們是有 一個身體科學的概念去建立這套規則 可是除此之外 在婚商喜慶也有不同的規則 那甚至在不同的省或不同的城市 他們都可能有不同的規則 那有些地方呢 就被稱為 叫Dry State跟Dry City 就意思是說他們是整個省跟整個城市都不能吃 吃肉喝酒的 對 大概就是 Wow Very impressed Right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他們的食物 因為他們可能會信仰不同的生 也會有不同的規矩 所以他們的食物可能會有婚有素 那怎麼去做區分呢 其實他們在他們的包裝上都會特別標示 就是比如說他們就是有一個是綠色的方框加綠色的一個點 那就是 所謂的素食 他們如果是紅棕色的話 那就是對 葷食的朋友可以使用 那所以等於說 吃素的朋友 如果你們去印度旅遊的話 就學到很有用的知識 還不快謝謝我 拜拜 喔好酷喔 我從來沒有了解到印度是一個大素食王國 蠻有趣的 但某些層次還是可以吃得到 就如果你硬要需求 而且特別是因為Gaia是沒辦法找到肉的 因為我是住那個Hustle 然後有一天晚上他就偷偷來說 你要不要吃牛肉 我說有這個東西嗎 可以吃嗎 我在路邊才看到一個 你說看到一頭牛 都可以這樣 所以他們路上 也真的會很多牛 是因為他們要仰來 膜拜嗎 還是 當窗戶啊 好像是他們的那個 要工作的戲劇 因為我真的蠻看 看到蠻多牛 而且那些牛 都是有顏色的嗎 因為我知道好像白色的是不是 有白黑黃 OK 用途不一樣 真的喔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用途 我也沒有特別問 反正 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些牛歸誰 因為他們牛就到處走來走去 喔所以 可能也認不出來 對 我想說 這些牛要走去哪 跟野狗一樣 對 要走去哪 那誰在餵他們呢 應該還是有人會餵他們 喔沒有他就吃那個地下垃圾 好好玩 所以你是說 我走在路上就是有很多 流浪牛 對很多 我相信他們還是有 有主任的啦 不然他們怎麼吃飯 可是問題是 太隨便了吧 他們要去哪裡 牛就是在散步啊 也走不遠吧 牛感覺很爛 就可能跟牧羊一樣吧 牧羊還是有狗會處理 不行嗎 反正就是 還蠻不解 好啊 反正除了 吃肉這件事 還有 買啤酒 都是秘密來的 都是 不能 張揚 酒也不行啊 酒 到差不多 9點10點就會 買酒是要偷偷來的 怎麼那麼累啊 就是他們 這是他們宗教的關係是不是 好像是 OK OK 而且他們喝酒的年齡 好像是25歲 太老啦 其實去好多國家後會發現說 蠻多地方都會有這個限酒的 事情 我朋友說他在泰國 然後他們就是因為有限酒令 所以他們 去一個 甘馬店的時候 就 就旁邊有路人說 你是不是想買酒 就把他偷偷帶去另外一個 小間的雜貨店 偷偷賣酒給他們喝 就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限酒這件事情 其實是 蠻多地方都有在做的 我覺得印度比較特別是 他們是每個州的限酒的年齡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跟美國的聯邦比較相似 對 所以 像牛啊 銀酒每一周都不一樣 大麻也是 所以 大麻是合法的 我說有州是合法的 印度人說 自己說是合法 跟我說是合法 然後我自己有先上網查 然後像那個 Pan Lassi 加大麻的 奶酸 奶洗 喔 我培養說那個超好喝 什麼意思 你看起來覺得不好喝 是好喝的 我覺得 就是要看大家做的不一樣 因為每個 就像你講 每一家的料理都不一樣 他們很沒辦法做連鎖店 對 像Varnassi 就是恆河那個地方 那個毒品是 很氾濫的 反而在恆河附近是氾濫的嗎 我以為恆河氾河是很神聖的地方 很神聖啊 所以他們才要出大麻 主要就是 終於到我嚮往的聖地了 讓我給他賞一下 那你覺得無多棒 你說恆河嗎 那裡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在印度的時候 Oh really why 就是一個太夢幻的地方 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 你走在街上 然後大家就在 戳著大麻 真的假的 對啊 明目張膽這樣吧 對啊明目張膽 然後就躺在地板上 然後就是大家就笑得很開心 很快樂 然後就會跟他說 Hey Japanese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是日本人 你什麼 你什麼 欸欸欸 怎麼了 至少沒有以為是 也可以來 好 大家都抽大麻很開心 然後就過著 很樂天 然後好像就是 無憂無慮的一個環境 對因為他們的生活 其實就是填飽肚子就好 欸那我好奇 他們去恆河的是不是 有點像是我去Vocation 就是有點像 我們以前去墾丁大街 就來這邊商 你說印度人嗎 對啊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哇那邊的人都好舒服 沒有 是當地人 不好意思 是當地人 不是 不是去那邊商的喔 你說就是 住在那裡的人 就這麼Chill 對對 就是像去恆河 通常我們在自己聊天開玩笑的時候 就有兩個目的 一就是可能是去 我說一背包客的原因 可能就是為了 探那刀 燒屍體的 另一個就是去 洗大麻 去Enjoy 喔真的喔 對啊 所以 你該開心的屁 很驕傲的 對啊 對啊 洗大麻 然後試試看大麻奶酸 欸等一下所以說 那你剛才說 烏托邦的感覺是 除了那邊的人都很放鬆之外 應該還是有一些 視覺上的衝擊 對我來說太 太夢幻了 我覺得大家去那個 Varanaxia恆河的時候 就一定要 去坐船 喔 早上清晨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日出 然後就這樣慢慢緩起 然後整個 那個雲 那個霧就這樣散開 是霧還是霧嗎 帶自己想想 等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個畫面就是 有一次你在限動PO的 然後會有很多人在唱歌的那個 那是另外一個 那個好美好等一下再談 那你有看到所謂的 燒屍體的畫面 有啊有啊 好酷 他們是怎麼樣 我想他們燒屍體 因為我一開始想像是可能就是 就大家赤裸裸的 就是什麼東西也不蓋 然後就這樣放了 然後就開始燒 我一開始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幫他穿衣服 就直接燒這樣 就是可能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他 就是 很像在烤乳豬的感覺 喔不是 我的天啊 就我一開始以為 好尊重啊 我一開始以為是怎樣 那結果殊不知是 他們 怎麼樣 會把他蓋起來 他們會蓋起來 然後他們會放一些花什麼的 你說蓋起來是 整個人都被蓋起來 對 然後是用那個金色的布 對 把它蓋起來 然後 因為那裡的女人跟小孩是不能被燒的 為什麼 然後 等一下 他們燒的意義是說 要幹嘛 送去 極樂世界 有這層意義嗎 就類似這樣 那女人跟小孩不能被燒是 就是 不能去極樂世界嗎 喔女人小孩就是 他是直接被放在盒裡 喔 OK 就是沒辦法燒 欸這樣 橫河上不是一堆屍體嗎 有官方在處理這些東西嗎 沒有 真的假的 所以 我跟你講 你會看到屍體在那裡 對 可是你 不會看得到那個手跟腳 因為他們都會包起來 對 然後他現在就 就有些是沉下去 有些是已經燒好的 然後直接放到盒河裡面 欸所以屍體是都會浮起來還會沉下去 就是都不見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屍體不是會飄起來的嗎 他們有放重物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放重物 所以那你 我比較我跟你講 走在橫河旁邊是看得到 浮屍嗎 其實不會 就真的都不見 可能就是在邊邊 他們可能都放重物 我覺得大家check一下 我有點忘記了 你說你忘記在畫面嗎 對對對 所以你有看到屍體的畫面嗎 我說 我是看到他們要放 放出去 所以不會說我走在橫河 一具屍體 兩具屍體 不會 因為我剛以為是 隨時會看到浮屍 然後我比較 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大家可能對橫河 就想說 肯定很臭 為什麼的 意外的 他不臭 你說不臭是一點味道都沒有 一點味道都沒有 我想說應該會有水溝味吧 也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說到底怎麼 然後我就問印度人 他說 就是那個啊 橫河神奇的力 我說你不要講更話 我覺得科學家該去那個河研究一下 因為我在上網查他們也有一些什麼研究家 說什麼 反正就是橫河就有一個神經量 可以把一些病毒把它取散 對啊 他好像好神奇被你講得好想去喔 就是非常神奇 很值得去嗎 非常值得 因為是我一個最喜歡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點 就是 通常在燒屍體 因為通常都有屍體的味道嗎 烤鹿豬味 烤鹿豬味 或者是 多少應該會有味道 他們其實是有放香料 就是有放一個 東西在 在燒的時候 包裹在他身上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在那個木炭上還是在什麼地方 他們要撒一些東西 真的好酷喔 對所以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才不會特別有味道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這樣 好特別喔 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真的應該去查一下 請問屍體們到底去哪裡 應該果仗還是要處理一下吧 我覺得他們沒有處理 真的假的 他們就會直接放在 有一天我派一個合體彈射機 就會 全面都是屍體 當然他不會自己分解吧 不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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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等一下 我覺得就是 可能要確認一下是 可以查一下 因為這樣聽起來齁 我如果是一個連環殺手 那我totally就是殺了人 然後就放到恆河裡面了 那對那個人那個死狼是好的 你說 他就去西方極樂世界 欸我跟妳講那個殺手還很好 還特別去恆河 然後想說 啊送你最後一程 那如果他就 就常駐在恆河區的那個殺手就很方便了 而且還可以幫他操渡 哇他在做生事嗎 是不需要到這樣 哈囉又是我 沒錯 厚之靈娘 我相信恆河對很多人都聽起來是非常神秘 很神聖的地方 那我剛才就是做一點點的 就是小滋搜 就是 我就有去查說 那恆河的女人跟小孩真的都不能被燒嗎 其實在恆河裡面是有一個叫河潭的地方 河潭就是一個24小時不間斷的火葬場 那他們其實認為說 恆河就是母親的河嘛 它是一條聖河 所以當我死掉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泡在這個河裡面 我可以洗掉我的罪孽啊 那我的骨灰灑在這個恆河裡面 代表我可以到更好的來勢 大概是如此 所以很多人都會刻意 跑到恆河這邊火葬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是 有些人是不能被火葬的 像是 他們已經是聖人了 或者說他們是8歲以下的兒童 或者說他們是孕婦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很聖結的 所以是不需要被火葬的 然後有一些像是 麻蜂病的病人或受刑者 他們就是不能被燒 他們就直接被丟到河裡面 就綁石頭丟進去 然後我也有看到說是自殺的人 好像也是不能 就是被火葬的 如果大家有發現 就是我講錯的地方 可能就留言給我 然後我在就是 在某個地方就PO出來 就當然是我的IG啦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近期剛好也有一些文章 是在講恒河污染的問題 恒河的總共長大概有 2525公里那麼長 整個台灣南到北大概才 377公里 Oh my god 大概有7 7點多個台灣吧 就是 它其實非常的長 然後 尤其是在北印度的地方 又剛好是偏 就是很多工業的 然後整條 印度 應該說整條恒河 旁邊也住了非常多人口 我記得好像有好幾億的人口 所以等於說 整個恒河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污染源 是在這條河裡面的 那可能已經超過了 就是說 遠藻時代 他們對於恒河的 那種自然的負荷量 所以有些人就發現說 恒河 下游是有非常多的 什麼超級細菌 超級細菌 就是所謂的 能夠對付抗體的那種 細菌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 其實 有很多人都因此而生病了 就很值得我們 就是看下去說 以後印度可能是會怎麼去處理這一 塊的事情 然後 我還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們有一個族群 是食師族 他們叫做 Agori 我應該有發音對吧 Agori呢 他們就是 生活的方式非常特別 他們 不在 種性制度的 階級裡面 他們認為自己是 無神信仰 然後他們其實是 會把河裡面的 屍體撈起來吃 也會拿火杖的骨灰來抹 塗抹自己 這樣子 就是一個 蠻特殊的另外一個族群存在 我有看到報導說 他們就是 有一群就可能是 middle class 就中產階級的印度人 近期竟然有 像他們 這些族群的信仰 有開始去 可能從他們身上學習 比如說他們會去救助窮人 這些觀念 或者說是更探索 個人的 心靈層面的一些 追隨 所以我講很懶 因為 很晚很累 那就是 大概有這些資訊 大家有興趣的自己去生產囉 好啦 掰掰 那整趟往下來 你其實印象最深刻是 恒河南區是不是 還有那個 Jesemir 因為我此生沒有看過 沙漠 在沙漠睡了一天 那時候很幸運是 天氣非常好 然後是 就是完全乾淨的 所以我看得到 整片星空 聽起來很厲害 然後我想說 幹 是有銀河 看得到河道的那種 沒有銀河 就是星星而已 那裡不夠北邊吧 沒有一些地理常識 所以說 你說睡在那邊一天 是真的就躺在沙上面 還是有一個住宿 沒有就是躺在沙上面 就是只有 他就他給我 他準備了兩個 那個棉被 然後就墊在下面 你講的是會有包行程的是不是 對是有包行程 OK 不會很冷嗎 大家都說沙漠晚上很冷 很冷啊 真的假的 可是因為他 因為畢竟有包行程什麼的 所以 他給的年輩就給我兩條 好暖啊 等一下所以 大概會到幾度啊 你有看嗎 那時候 差不多 六度嗎 喔那很冷耶 很冷 所以也沒有烤火爐在旁邊 有啦 可是睡覺的時候 早就沒啦 那通常他會帶多少人一起去 一個團 就是看你那個團多少人 那時候是我一個人去 然後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一群大學生 所以我就跟著他們 對 然後就聊一些大學 他們大學生可能會幹嘛 他們大學生可能會幹嘛 就聊一些 印度流行音樂或什麼的 他們印度流行音樂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很飽萊塢嗎 有有分 有分 OK 他們其實 有K-pop K-pop 就是那種Dance Music 他們好像不聽K-pop 真的喔 他們不聽 應該是歐美類型是不是 因為他們畢竟母語也 英文也算其中一點嘛 對對對 他們大城市那一種 還蠻多人蠻排斥寶萊塢的 他們覺得很慫的 對他們覺得很慫 就像台灣台灣賀歲片 對 對 沒錯沒錯 他們就會非常排斥 可是 他們也蠻多 很好聽的流行音樂 很多Indeed的很多獨立的音樂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那時候我去德里的時候 我一直在找那個CD 就實體專輯 然後我想說買一些印度的實體專輯 因為我有幾個喜歡的印度的歌手 我想去找 有誰啊 分享給大家好了 好我等一下分享 然後我就找 結果我發現 我在旅途的一半 就開始問印度人 就說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實體專輯 他說 現在好像沒有這東西 然後就我想說 通常說沒有這東西 可能應該還是會有 至少有一兩家什麼吧 然後好 最後一個點 我到了德里 然後我再去問 我問了好幾個 然後他就說 可能在那個市場 好像有吧 以前可能有賣 我跟你講我去了 三天德里 然後我三天都在找 結果最後一天 我就受不了說 我找了三天 為什麼沒有找到實體專輯 為什麼不能Google map Google map找不到 就沒有你打CD兩個字是 就完全找不到 NO RESULT 我跟你講就算那個點油 我去哪裡 根本是空地 我氣死 看到那個地點 然後去那邊竟然是白的 我跟你講 我就這樣被騙了 差不多兩三個點 所以 Google在那邊是 沒有辦法很有用嗎 是很有用的啊 可是 我跟你講 Google的評論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要相信 天啊 那你最後有找到你心目中的實體 沒有 最後 最後我問到一個 終於可能對我說 使喚人 他問我說 現在印度的藝人啊 都沒有出實體專輯 完全沒有 Oh my god Shocking 然後我說 什麼 然後他就說 Come on This is America 他說這是美國在做的事 他們才不吃這個 所以他們都是 出串流數位的啊 什麼的 那數位殺實體到這種低部的國家 對 然後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 實體專輯 完全 然後 而且 更有趣的是 他們說他們那裡的歌手 會紅 通常都是 配著電影 所有 是所有 沒有任何一個 是因為 他自己唱得 很好聽 而爆紅的 都是一定要配 就像我們以前 偶像劇的那個片尾曲的概念 對對對 好酷喔 電影就有點像大型的MV 整部都在唱歌 對對對 他們真的還蠻多 歌舞片 對 我有去看那個 所以你有去看電影 對我去看電影 你說電影們大家都很high 對大家都很high 印度看電影院很high 印度電影 就是也是分兩種 就是一種就是 如果你要看寶來無意 那種就是大家會一直 吹口哨 一直歡呼 一直大叫 然後會一直 會拿起手機來拍電影 因為我youtube有一陣子 我很愛看reaction 然後就很多人是在拍 比如說Avenger的 某一幕 Captain American 拿到雷聲所有的那個錘子 全場尖叫歡呼 然後你就會發現 喔是印度人 所有 這種reaction 都是印度人 在電影拍的 我想說他們 也大high了吧 就是好好看 他們都是非常激昂的 在表達自己的情緒 真的 就很像 在看 洛基恐怖秀的感覺 就大家會給那個 Captain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你去的時候是 你說兩種 這是其中一種 對就是寶來無 就是大家會給反映的 戲院 然後另一種就是像我們 一般台灣的 電影 很安靜 對對對 可是 通常不會出現在 不是都市的城市 因為我去 不是都市的城市 我 我幾乎沒有看到 什麼 傅求者的片 或什麼 也有一起的 也蠻多就是 直播 寶來無片 所以他們 國內市場 很厲害 很大 而且 他們很特別的是 他們的時段是固定 就是有一些戲院是 這一間 今天就只這一部 你說 一整個廳院 然後整天只播一部片 然後一部就是 可能8點 11點 然後12點 然後1點 然後時間都是固定 那 蛤 他們不用賺其他錢嗎 他們 人夠多 天啊 通常那種戲院都 很便宜吧 差不多 90塊台幣嗎 差不多200塊 我記得啊 那還好 二輪片的價錢 還可啦 就無聊他們可以 可是對他們來說 就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他們看得很開心 對對 也蠻棒的 很好玩 我覺得大家去 Dripper Dripper是一個地名嘛 對 是個地名 那你去的那個戲院 很好玩就對了 對很好玩 你沒有聽過別人會特別去印度看戲院 我可以那個啊 我有錄下來 OK給大家聽 你當下有跟著叫嗎 一起叫啊 而且我還跟那個隔壁的印度人聊天 我就會拉雞咧 我也想要 蠻可愛的 我也想要 我很喜歡那個印度人的臉 他控制不了 我去了印度之後 然後之後那個pronghub啊 都打什麼 拉丁啊 或者是 印度 可以克制一下嗎 無法 真的無法 這個是看哪一部片啊 他們自己的片 對他們自己的片 所以電影正要開始的時候 蛤 你知道 Evan還沒開始就叫著 對 而且是大家進場 然後大家就開始 跨過 然後門一開走 大家就開始衝啊 而且 裝潢看起來很fancy 很fancy 超高級的超高級 所以說 那你看得懂嗎 他們是用英文發音 喔不是啊 他們 用hindi講 對用hindi hindi 對 然後 有字幕嗎 沒有 我跟你講因為我特別跳的是那種 很芭樂很芭樂的片 情緒給的很誇張喔 那個劇情就是 完全是娛樂為重的 所以看他們的動作就看得懂的 會有跳舞啊 完全看得懂 而且就是我旁邊的印度人 在影片的後段 其實大家如果仔細聽 剛剛應該有聽到說 My name is Wei 因為我錄到一半 突然有人跟我打傘 好酷喔 對 所以 很開心吃到屌 欸什麼 不是 不是那種搭傘 怎麼會突然跟你打 我覺得印度人很愛跟陌生人當朋友 Oh really 對 我跟你講你走在街上 你30分鐘 至少會有兩個人跟你say hi 等下你說 就是hi 沒有是hi 然後就問你說 How are you doing 你最近怎麼樣 然後你就真的還可以 好酷喔 跟他常聊 你說在所有地區的 所有地區 真的假的 所有地區 而且 有些當然是 我也想騙你錢喔 可能 跟你聊完 然後最後 其實要賣你專 他們不賣專機 他們通常就是 假如見到你 他說 你從哪裡來 日本嗎 然後你回答我 台灣 你台灣喔 哇你來印度多久了 五天 五天喔 那你覺得印度現在怎麼樣 很熱 很熱嗎 喔 那你很熱 那你要不要穿一件那個 比較短袖的T恤 你要不要來一下 我的店裡來喝杯茶 喝杯茶而已 我跟你講 你可以單看就好 你可以不用買 對對對 來來來我帶你走 然後我就在那邊騙走 你就被騙走了 我就被騙走了 聽起來很有目的性啊 就有一些啦 可是你通常 你只要拒絕 你只要堅定拒絕 他其實就不會對你怎麼樣 沒有真的想跟你聊天的人 很多 是很多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可是他們在幹嘛 為什麼 就無聊想跟你聊天 他們就熱情喔 那你跟他聊是說 他會想認識你說你是哪裡來 為什麼來這樣子 對對對 他們是認真想認識你 然後 他們也很好奇 為什麼會特別想來印度 然後他們也會回見 哪些地方 什麼的 然後你也可以趁機問他問題 像我很多問題 也都是 在這個 聊天的路途中 就是順便問他 然後他們都很樂意回答 你假如問他說 你是做什麼樣的行業 他說 他可能他在賣盤子的 好 到聊天的最後 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這邊喝杯 try 你其實只要說 沒關係 只要喝拉茶都是 最後的結尾 可是有一些是 真的想跟你喝茶 OK 所以你其實到最後其實看得出來 哪些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 哪些是 我也想騙你錢 如果只是為了生存 然後只是有這種行銷手法 對來說是這樣 直銷啦 像直銷 對對對 像那個Wardrink 同一個概念 對 只是印度會放大十倍 糾纏你 其實你只要堅定的 知道你想要什麼 你就可以大方跟他說 say no 對大方say no 這好像國中的 性愛宣導 大家記得勇敢say no 論真的不要 就不要勉強 對 永遠想清楚 到底在跟誰對話 對啊 是國中妹妹嗎 笑死 那印度人是真的很愛這樣左右 頭在嗨哩嗨哩嗎 我跟你講 我去了印度三十八天 我到現在還不會分 他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有差別 有差喔 真的假的 我坑不出來 你說 好跟不好的搖頭 是不一樣的 我跟你講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 他的表情跟他的 body language 算是嗎 因為真的很難分 就是像 像講 我問這個商人家說 請問這裡可以找錢嗎 因為那裡很難找錢 搖頭 他不講話 就直接搖頭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 他搖頭之後 然後就把錢找出來給你 他說 蛤 你不是說沒有嗎 就是一開始說 有點confused 超confused好不好 所以我通常他們搖頭之後 我就會在那裡再等一下 好特別 所以等一下他們那個搖頭 是有在commute的意義 就有點像說 我之前看有一些印度影片 電影啦 就是他們搖頭 只是不一定是要回答yes或no 他們都會搖頭 就只是一般的講話 就是像點頭 就嗯嗯嗯 對啊就比如說 我想要吃晚餐就在那裡搖頭 對對對 然後他說不要的時候也搖頭 他說要的時候也搖頭 什麼都在搖頭 什麼都在搖頭 那你要問印度人是什麼意思 他們就說就是這樣 謝謝老闆 就搖頭 他就搖頭給我 他們很不樂意 正確一些教導 一些分辨方法 我跟你講到最後我自己也會搖頭 我even回台灣 也在搖 所以人家回我 然後我覺得 你說老闆問你話 說要不要加班 然後你就搖頭 搖頭 那這真的不要 我想要 結果還是要 BJ 哈囉 又是我們 Hodelingia 希望你們是有開心見到 聽到我囉 那就是對於搖頭文化 我有做一點點的科普 就是有些人說 其實這個文化是源自於 當初總性制度 就是下層階級的人 是不敢直接跟上層階級的人說不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要點頭 要搖頭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很明確的表示 所以就進而衍生成這種文化 有些人就說 他們其實是真的可以看得出來的 其實就像RV講的 除了他們搖頭 快速跟慢速之外 他們的表情是很重要的 就他到底是皺眉 還是 就是一般的臉 這個也是有一些差別 如果是皺著眉 那他可能就是 很想玩具的感覺 跟他們也不敢真的玩具 大概就是分享給大家參考囉 畢竟我覺得我的觀眾還是要有一點自己的閱聽識別能力吧 如果你們懷疑我的資訊 麻煩自己去自首 怎麼樣 老子不是公事 那就交給大家自己去自由新政囉 好啦 拜拜 那你有親自體會到像種姓制度的那種感覺的差異性嗎 呃...其實我真的分不出來 OK 我真的分不出來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不是去做甜調的 或者是我只是單純一般的旅遊 所以對我來說我真的看不出來 可能下次可以問問看吧 就說欸 可是這樣會不會沒禮貌 我也不曉得 對啊假如他會想說 欸 你是屬於哪個階級的 就可能問他名字可能就會知道 喔 所以他們是可以透過名字知道你是哪一個階級 據說啦 據說 喔 我以為我沒有特別去 而且他名字應該也很長吧 我根本就分不起來了 法無法 喔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你在街上會一堆人跟你拍照 What 認真 你說大家會說 欸 我們來合照 對 Woo 對 然後 I don't know why 然後就是一開始說 蛤 我怎樣 我太漂亮了嗎 大家搶著跟我拍照 結果他就是每一個外國人他們都會想拍照 好好笑 然後一開始我只是以為他們只是很愛拍照 後來我去問一些外國人就是背包客 他們說說有一些有些是真的想要記錄 想要跟你借機認識個朋友 什麼 而有一些是因為商業的關係 喔 因為你只要一拍照 然後你在介紹客人就是說 假如你說你是日本人 說 喔 我有日本的朋友 然後他就這樣滑滑手機 你看這是我朋友 然後就跟你套好關係 好聰明喔 很聰明啊 所以印度是很有商業頭腦的 直銷上面 直銷上面 很多手盾 很厲害 那你有認識就是真的可以繼續聯絡的印度人嗎 很多耶 真的嗎 在那個Pushker就遇到一個朋友 我們就是在轉角遇到 然後反正他就是帶領我去抽大媽 或者是 反正我就是變得真的很好 然後到現在還有聯絡 因為他是住德里 所以因為我最後一個時間是德里 所以我最後就有去住他家 喔 就算只是 一開始像我們剛才路上見面的喔 我們到現在還是會聯絡 好認真喔 可能會突然問你說 你最近情況怎麼樣 OK 其實出國如果有朋友好像也會這樣 對 在旅行中交朋友一直以來齁 不是我的擅長的絕交 就是我之前也蠻想說 比如去Bega客棧可以認識其他人 可是有時候其實 尤其是身為亞洲男性 就會有一點點被 left out 就人家不容易主動跟你搭訓 除非你主動跟別人講 就是你都怎麼跟那些人破病 我覺得外國人 通常都不會主動跟亞洲講話 就是主要原因真是因為語言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你不太會英文這樣 對對對 所以他們也不會特別去打擾你或什麼 通常有時候我是因為會對眼 就可能對眼 或者是他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故意拉個椅子過去 好刻意 好刻意啊 很刻意啊 我就說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OK I join you guys 然後他們都會就說OK好啊 然後就算真的聊不起來 你就算在旁邊聽 其實你可以聽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你說聊不起來是說都坐下來 然後你也插不了話這樣子 因為我英文程度其實有限 OK 他們在講一些比較深度的 像什麼一些文化上的東西的時候 有些我真的聽不懂 可是你就是你在旁邊聽 我自己也是聽得蠻開心的 而且你願意講 他們其實也都願意聽跟你分享 對對對 所以重點就是跨出第一步欸 你的絕招是不是 我的絕招 你的絕招就是對眼跟偷偷靠近他 對偷偷靠近他 或者是他們有時候問你事情的時候 然後你就趕快趁機 趕快接出去話題 就是這廁所有熱水嗎 然後說有欸 然後你就可以借機說 我這幾天其實沒有洗熱水很多天 然後這間終於有熱水 你就可以借機跟他聊天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說 啊你們要去哪裡啊 好厲害 因為講真的去背包客帳 可能很多人都是很open 就是願意跟別人一起旅遊 對 我覺得大家任何去旅遊 最好的一點是 大家都是出去玩 都是一樣的level 就不會像我們在工作 就可能有上下階級 就可能會要尊敬什麼 什麼那些顧慮什麼 不敢講什麼 沒有今天我們就是在印度這邊 旅遊的人們 對對 然後大家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已經不管你的身分 你們都是背包客 所以 好浪漫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也不需要想太多 因為其實你可能就見他那一次 確實 就是這其實是我下一次自己去背包的話 我想要達成的事情 就會覺得說 好想要真的做到這件事 雖然還是有發生 比如說就在背包客 然後就跟其他人就聊天 然後就發現 哇他去哪裡旅遊 為什麼他在這裡 為什麼我在這裡 然後就會有一些聊天 可是就是好像還沒有真的 因此而變成好朋友 我的經驗 然後我就還想要下一次真的辦到這件事情 也只是說一個解鎖 一個那個 你知道 checklist的感覺 也不是說一定要達成 就覺得好像很好玩 對啊 是蠻好的 而且這樣子對旅遊來講 可能也會增加一些豐富性 你有意思跑去一些什麼 你沒有想像中的地方 我永遠定的點沒有要去Pushka 但是我因為在塞浦了 去Driper 就是等一下我可以秀給大家聽 那個很多人在唱歌的 那個是意外之旅啊 那個不是 對那個地方 我就遇到一個印度女孩 她來自孟拜 OK 她人太好 然後她就我們就一起去玩 一起探索這個城市 之後她就說她下一個城市想去Pushka 她說 好 那我也一起去 然後你就跟她一起走了 沒有沒有沒有 後來就是剛好就是時間上 OK 對 我在塞浦的最後一天 剛好遇到抗議 對 剛好遇到抗議 就是抗議什麼 抗議那個 莫迪歧視穆斯林 所以你去的地區剛好是穆斯林區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是他們 他們會在很多城市抗議 嗯嗯 因為我太喜歡那個在波爾這城市 所以我想說好 那我再多待一天 嗯嗯 據說那一天 禮拜日有同自由行 哇 印度好多元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靠 同自由行 然後在一個 不算是 那麼開放的感覺 對對對 我就想去參加看看 結果剛好那天是抗議 然後所有的店家都鎖起來 都關店 就直接打烊了 因為會很嚴重嘛 我說他們是很激烈的抗議 其實還好 其實蠻和平 跟台灣很像 就走來走去拿著牌子 對 然後大家看起來很歡 很像一個加年華 我覺得很像一個加年華 但是在前線當然是緊張一點 對對對 你沒有趕牌嗎 我沒有趕牌嗎 因為那時候我跟一個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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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那個 背包客 對對對 然後一起去吃早餐 就遇到抗議 然後結果那個 那個以色列人會講中文 喔 好特殊喔 還唱青花詞給我 還rap 還錄下來 說錯 周杰倫真的是 生命遠播 好強喔 好強 你說你有錄他 唱rap的 有 所以你說 你是在背包客遇到他的 對 我是在背包客 而且那時候遇到他的時候 又一直偏題 好偏喔 我們今天的訪問非常偏頓 我很抱歉 各位觀眾們 偏來偏去 就是 我已經要睡了 然後結果一個以色列人 高高帥帥 然後長個鬍子很性感 哇 以色列超性感 然後他就突然說 你會講中文嗎 然後說 OMG 因為我跟你講 我從那天之前 除了遇到中國人之外 都沒有講過中文 都沒有講中文 然後就 OMG 被解放了嗎 他說 你不要這樣嚇我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一起 那所以後來印度女孩 推薦你去哪裡 噢 Pushker 我們就特別去那邊 因為印度女孩媽媽 就是一個hippie 就也是 球大球大媽 所以我之類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酷的人 然後 然後他就說我跟你講 好酷 我的hippie通常一定要去 Jesemir 換Varanese 就是 沙漠的地方 跟那個橫河的地方 還有Pushker 通常大家就會去那裡 就是 秋大媽 冥想 之類的 所以等一下印度是那麼spiritual的一個地方 對 這是真的真的 而且Pushker有一個很酷 雖然我沒去看 可是是 是有個人告訴我 有一個人他一生只吃豆子 跟 抽大麻 你說一生 我可以這樣 抽大麻 抽大麻也是一個 對 他只吃豆子 喝水 抽大麻 他就這樣過了他一輩子 我說不可能從小時候也是這樣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從小 反正就是 從青年到很老 很久 那個人還活著 還活著啊 而且如果你要去拜訪他 你就是一定要買一個豆子 帶豆子 或者是帶大麻 我想帶大麻他最開心 而且 那你有去找他嗎 我沒有去找他 然後而且就是 像我們亞洲人比較少接觸 像大麻什麼的 如果你想試試看 然後你也不想花錢 那你就過去 你至少帶個豆子 他就會分大麻給你抽 你是聽誰講的 我跟你講我旁邊任何人 都知道這件事 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是那裡非常有名的人 對那是那裡非常有名的人 是那裡非常有名的人 有人會特別為了找他去那裡找看 喔會喔 真的假的 所以說他會跟你順便講一些什麼 人生大道理 啟發你之類 像一個靈袖大師的感覺 算是 豆子是說所有豆製 豆類他都OK 是不是 都不加香料那些喔 我說 比如說我給他紅豆他會生氣 紅豆 就是 你講的可能是鷹嘴豆 對 我講的是說紅豆 這個我不知道 大豆啊 那我給他綠豆湯 綠豆湯有加 他也要尊重我們的文化版 他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就不 吃到那都生氣 給我炒算的東西 而且我跟你講 在那裡 很酷的是 就也很多人就是也是不吃飯 他只要就抽大麻 然後睡覺冥想 他就可以活很久 你說那個城鎮的人 就很多喔 都是忽麻而生的 認真 好特別的地方 OK 我想很多人 可以去常居囉各位 而且很多人走在路上 他就會一直莫名牆對你笑 飛起來 飛起來 飛去哪裡 幹嘛 松山機場 欸不是你講吧 欸欸 不如 不能講 那你後來蠻想問說 你限動那個 大家在唱歌那個地方 是哪裡 那個就是 哉普爾 他就是我剛才說 不是有風箏節嗎 反正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月 然後他每一天的下午 大家開始在瘋狂放風箏 就會有音樂啊 你說就是 就是大家放風箏配上那個音樂 然後還有一堆人在那邊唱歌 唱歌 這邊唱歌 所以才就是你拍的那個畫面 對 那是Sunset還是 夕陽還是 夕陽西夏的小歌 快點放給大家聽 那個時刻 那個畫面很震驚 很震驚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一個高山巷 然後你整片的城市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塊地區 都有不同的聲音 對 然後覺得很酷 那個真的太酷 因為那時候我直接在限動 看到他PO 我就說 哇 好peaceful的感覺 對 就是一個大家都很祥和 然後整個城市 鼻氣其弱的那種感覺 然後都在唱歌 而且很美 來我們播給大家聽 有一個OO是什麼聲音 這是人聲耶 對 就是各個地方都在播這樣的音樂 Oh my god 所以大家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音頻 就是有一點泛音 泛音 泛音 而且我覺得我去的天氣剛好 我幾乎每一天沒有遇到下雨 然後從早上玩 就好像印度的陽光沒有死角 就你任何地方都可以照到陽光 因為沒有高樓吧 所以 沒有這我就覺得很棒啊 就是 我就很喜歡那個 陽光的感覺 哇 這真的是我遇過最破碎的一次訪談了 一直延伸延伸延伸 對啊 那OK 嗨沒有錯 這一集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下一集呢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探索一些 可能在印度裡面的性愛之旅 或者說真正的呼馬的一些過程 會跟大家做一些進一步的分享 那就歡迎大家繼續期待囉 謝謝大家收聽 我很愛你們 晚安 挑戰 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